講到這裡的話 我要跟各位報告 辦外交三大要件 第一大要件 國家實力 國家實力包括 國防 外交 科技 研發 國際餐飲 林林總統 最後一樣 國民素質 各位 如果你的國民素質是不夠的話 很簡單 人家說 你的競爭力不行 如果法國的觀光客到台灣來 跟30年前來的話 那感覺當然不一樣 30年的進步有多大 相對的國際局勢的改變 你今天台灣面對的挑戰 跟30年前當然是不一樣 所以各位 你今天你沒有辦法 跟我們一樣去選擇 你的國家 你的父母去出生的時候 你就要有務實的精神 這個務實的精神 也就是我在念小學 念家中 甚至於到馬祖去當兵的時候 我講了一句 也許有人會覺得 你怎麼這樣講 事相 認識的事 相就是相片的相 事相 事相不是壞話 對我來講 你知道你的精良 你知道你的優勢 你的缺點在哪裡 你才有辦法去找出你該做的努力 跟該把握的方向 那這個題目 那這個題目呢 這個我先跳過來 因為快要結束了 這個專訪呢 是340萬的社會精英在看的 現場播放的節目 主辦單位 主辦單位 電視台 他在一個禮拜前告訴我們說 我們要播一個節目就是台灣的頂級觀光 我們想請你們台灣的大使館 我們叫代表處了 但他們知道沒有邦交 可是他們都以大使館稱呼我們 我們想請你們大使館呢 找一個人來座談 Live的節目 他說最好你們大使能來 因為我們在巴黎 法國的媒體大概都知道 要採訪台灣的大使呢 一點都不困難 只要連上線 甚至於連線都可以播出 那更不用說上節目 所以呢 他就告訴你大方向 沒有一個一個戲目的問題 沒有 換句話說沒有套招 那這個節目播完以後呢 我們這個觀光局 住法蘭克府的主任姓楊 楊主任 他也很高興 他跟我說大使恭喜耶 我說沒有啊 順利就好 哪有什麼恭喜 你只要不講錯話的話 就阿彌陀佛了 沒有沒有 對我來講 那幾乎是你個人的專訪 各位 對我來講 你可以說那是一個機會 為什麼 你在剛剛裡面看過的這些畫面 尤其這些對話裡面 你去想一想 假設你的語文溝通能力不夠 溝通包括你要聽懂對方問你的問題 對不對 相對的你要把握住機會 甚至於對不起 要搶著講話 當然講搶好像是比較不文明一點 可是你想一想 主持人看到你這種客人 他會非常高興 為什麼 他不怕冷場 在這種情景之下的話 就是你憑本事 你要講什麼 你有什麼訊息可以透過現場的節目讓觀眾 精英觀眾看到以後知道 哇台灣的觀光可以從不只是天然的美 還有你們在茶葉飲食 在美食這方面 甚至於在最後 我最後利用10秒鐘 跟各位報告 HTC不是出一個水管相機嗎 我最後的時候 由於我要不要拿出來 後來我想一想 機會不可再 所以就在最後要結束的時候 剛剛你可能看到 結束的時候 我把相機拿出來 我說台灣不只是一個美麗的寶島 美食的王國 它也是一個科技之島 這支相機HTC的就是代表它研發的成果 各位同學 我不賣手機 我也不賣相機 我也不賣雙夜的產品 但是我行銷台灣的精品 這個就是我們的駐外人員的使命感 我就是希望你知道 我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 這個叫做國際溝通 那這部片放完以後 我們也接到僑胞留學生 甚至於法國人 都很高興的來分享 現在我們請各位看一下 另外一段 你們一定會滿有同感的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剛剛莎莎有去傳統市場 買了花又買了酒 只是到以後他要去見什麼大人物 我們要來囉 而且走過來突然看到 台灣歡迎您 哇塞 這是101 不知道我們要去哪裡 這照片都是我拍的 我們掛在大學街上面 100公分高 出化國台灣代表處 那照片公白嗎 是的 我們要來拜會那個大使了 好好喔 終於現在進行的就有中文了 觀眾朋友 這一棟台灣駐巴黎大使館 本身可是一棟有250年歷史的古蹟 之前還借給日本交響情人夢拍攝 客人 只要你有來巴黎 咱們大使館都是非常歡迎大家來參觀的 你好 大使 你好 好高興啊 看到這麼好的節目 跑到巴黎花都來拍 真的 台灣真榮耀 我是莎莎啦 是啊 你好 我們在節目看過你啦 真的嗎 因為透過網路都有看你們的好節目 真的真的 然後我來法國 他們有說來做客都要帶一點小禮物 所以我特別帶了漂亮的蘭花 還有紅酒給你 那我就不敢不當啦 唉唷 你這蘭花怎麼那麼厲害 法國50%以上的蘭花是台灣去的 蘭花都是台灣來的 沒有關係 顏色不同而已 都很漂亮 對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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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大使人怎麼這麼nice 看到莎莎來還很熱心在你站在那裡 喔 還有花園 哎呀 在這裡辦公也太幸福了吧 這裡有一棵櫻桃樹 當然我要先說明我不是華盛頓 我們1995年我離開這裡 釣到海地區的時候種的 那我2007年回來沒有想到他活著 那他也結櫻桃 我們同事說 大使你種那個 那個櫻桃好吃嗎 我說哪有櫻桃不櫻果的 結果我們驗證的結果呢 是會長櫻桃 但是都被聰明的鳥吃了 我們這裡的這個鴿子呢 是大使畢業的 哇 厲害 大使你以前有主持過節目嗎 我上過節目 一天到晚在演講行銷台灣 真的 你如果要找助理的話 我可以來運燈 我就是想這樣子講 我們之前有在海巡主持 你怎麼沒有他報名 不敢不敢不敢 因為我覺得在你旁邊 我好輕鬆 就是一直 蛤 就好了 你都可以一次幫我介紹 好棒喔 這間會客室呢 滿重要的 跟拜託的重要談判 甚至於重要訪團的行銜簡報餐會 都在這裡舉行了 好好吃喔 我也好久沒有吃這個 因為這個好貴喔 我這樣看台灣真的很美 有點磨磨耶 這泡麵是沙沙湯帶來的 有台灣米嗎 有 有喔 百分之百台灣類 真的 看到這個味我會很感動 我們很高興今天這麼難得 在這裡品嘗到台灣類 以後你們要多來 好 好 好 我們會時常三不五時要帶來 這些 兩食 兩食 觀眾朋友 你們可不要投訴 我們不尊重長輩啦 常常在國外奔跑的我們 最懷念 最想吃的 就是台灣的報名啦 我們只是想讓大使 解解相思之仇啊 莎莎還有另外帶樣 也很強的台灣味喔 好了 Online 收 怎麼搞 怎麼搞瓣 哇 您瞧瞧大使多開心啊 真的很感謝大使在法國 這麼努力的為台灣打拼啦 希望你以後也繼續加油嘿 好 嗯 嗯 嗯 算 台灣原味 國進 聽見 大陸 大陸 好 謝謝 好 謝謝 欢迎 他们说要采访你 我说欢迎 哪一天10月23 约会就这样定了 他们到时候就来 跟各位报告 刚刚你看到的自然发展 没有套招 没有脚本 一进来就这样一路下来 拍完以后 我仔细一看 那一天是我的生日 还蛮有趣的